4月10日,加拿大自由党召开党大会 以77%赞成的投票结果 呼吁永久实施类似每人每月发2000加币的福利金 这项呼吁实行的政策被称为全民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,简称UBI UBI计划将使数百万的老年人和低收入人群在今后 每月都能领取到政府派发的2000加元的支票 但需要注意的是,这些决议不具有约束力 它们不是真正的政府政策 只是自由党党内的决议,没有实行,也不确定是否会实行 只不过这些呼吁很可能会成为自由党下一次选举的选举纲领 如果这个政策最终在联邦政府立案通过 那么就代表着以后,无论你是否工作 政府都可以保证你每月至少有2000加元的收入 如果实施全民基本收入UBI 加拿大可以在短短一年内几乎将贫困率减半 但代价却是高昂的 2021到2022年政府要投入850亿加元 2025到2026年将增至930亿加元 自由党政府表示 尽管上一年度的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3810亿加元 但特鲁多仍然准备今年动用高达1000亿加元的资金 来启动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 原创不易,点个赞吧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